金湖镇的下心 有个地方是迷你版的无望载具 它曾经是 冰果市撞球店兼理发店的老建筑外墙 经过在地青年陈彦宁的再生活化 老屋摇身成为摄影工作室 在线早期的军管风貌 然后做不同主题的旧照片的展览 我对老照片这个其实蛮热忱的 这个当然可以太多 27岁的陈彦宁从小在下心附近的成功村长大 在金大念书的时候 陈彦宁从摄影像工作毕业之后 因缘际会之下 找到下心39之一的老屋 决定在这里成立摄影工作室的念头更加坚定 我是成功人啦 然后我爷爷就是早期到下心这边做阿兵哥的生意 就是开招我店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是从事摄影业 然后回来老家这边 那时候刚好急着在找工作室 然后回到老家逛了逛了 刚好逛到这一间 然后觉得里面格局不错 空间也很大 然后我们就去试着说服屋主 然后说我们帮他提计划跟修散 然后至少在金门 在下心多一个新的据点出来 对 然后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喜欢摄影 然后 其余时间其实有时候都是会去 记录庙会或者是金门各地文化的一些记录 然后我觉得那些 既然都记录下来 我觉得就应该要把它给展示出来 然后就顺着这个计划 就在旁边预定会开放一个小空间 然后再不定算是记录 每个月或是每两个月 然后办一次不同主题的展览 陈彦宁利用收集来的家具古物 还有摄影作品的搭配 申请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 打造下心摄影工作室 文化局也前来会看下心摄影工作室 陈彦宁表示将依照委员意见稍作修改 渴望两个月之后营运